他在6月27號的辯論表現 他現在自己都坦言說 表現不好 朱老師 他甚至說是因為這個時差的關係 對 他說因為6月 他整個都在國際訪問 所以他太累了 可是我們仔細去看 他說他環遊世界幾趟 大概跨了100個時區 我真的覺得你不講都沒事 你講你的行程人家查得到嗎 6月初你去巴黎 6月12到14去義大利參加G7 我查過了 從美東到巴黎坐飛機七個多小時 到義大利九一點八個多小時 你坐空軍一號 那個比頭冷艙還高級 你躺著睡 你怎麼會時差 怎麼會累呢 而且你6月16號回到美國之後 你只在去洛杉磯參加這個 好萊塢的會議之後 你就都在白宮了 而且甚至最後一個禮拜 你都躲在大衛營 所以他6月底才辯論 怎麼會調適他還有這麼久 所以你基本上這些事情不就在告訴你 你真的身體有問題嗎 好 所以現在最大問題是都說我沒問題 可是一大堆民主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都不相信 你媒體怎麼說都沒有用 你媒體一定說沒有 所以我眼見為憑 所以民主黨的各州州長 大家知道這次美國有十三個州 都要改選州長 是 所以這些人當然很擔心嘛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那麼多 我親自看到你沒問題 才是真的沒問題 要眼見為憑 所以眼見為憑 這些州長就要輪流去看到你 拜登你的狀況怎麼樣 尤其你看到這個肯德基州的州長 因為他也是原本呼聲 是有機會出來參選之一 所以他當然去講嘛 所以說這些我們就知道 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民主黨自己的民意代表 也開了第一槍 眾議員說 拜託你真的是退出吧 退出 不要再撐了 退出是一個問題 問題誰接任 所以很快的就趕快做民調 目前民主黨到底誰有機會 如果拜登不選的話 到底誰來選 所以調查了半天 結果居然是誰 蜜雪兒 蜜雪歐巴馬 他老婆確實他在認的時候 他確實呼聲非常的高 因為他的各方面形象都很好 但他其實他自己有否認 他說他不願意 所以所以我會覺得 目前整個唯一可以打敗川普的 就只有他 其他頂多很接近 譬如說現在副總統賀錦麗 可能沙維蘇 或是加州州長 也都是沙維蘇 可是我想到有一個人 你沒有調查到 就是前眾議院議長 裴若茲 他的夫聲也很高 而且你看他雖然比拜登更老 但是他最近是不是有出來挺拜登 但是問題是裴若茲 他居然整個人的講話反應 比拜登 甚至比川普都好 那為什麼不他出來選 好像這是民調沒有調查到他 因為他也說他要退休了 但是民主黨當下問題 真的要有人挺身而出 好 先休息一下 先要來看到亞洲生計大會 馬上要登場囉 生計股要怎麼留意呢 我們馬上回來 早 provoc 我還是要做什麼 說話 去新票 去年的 說啡 生股 吃 使 感谢观看